我出嫁那年 只有十四岁 尚未过及机礼 便被一城小轿抬进林家 整个里程 流井惨淡 宾客稀疏 就连新郎君也是没有的 他所以和我阿爷连夜打点行囊上了前线 徒留给我 一个身患病病瞎了眼的老母 和年仅三岁 懵懂无知的幼姑 每日天稀微时就要起床 给婆母擦洗翻身 按摩换衣 她膝盖以下均无知觉 偶闲下来的功夫 还要做几幅爱酒暖贴 以防她瘦冷而不自知 婆母原是自小 看着我长大的 芳华时 她和我阿娘 是一家绣房里的女工 也曾有温情详意的万般柔肠 只是后来便经坎坷 公爹病逝 她生小姑时又坏了身子 出去殴打冬枣 还遭胡蓉射箭瞎了眼 自此脾气一日坏过一日 对我颇有阴阳歪酸的刁钻尽 饭温热 她叫嚷要烫死她 冷一点就说是存心为她残羹制 按摩实力道重一些便是毒杀婆婆 轻一点又成了被懒耍滑 此外 我还要顾着小姑 她正三岁的年龄 猫嫌狗憎 一刻看不住便在泥堆里打个滚 破罗绣筐先翻一地 手还要往灶尖的火柴里垢 看得我直直心惊肉跳 日子就在繁琐劳累的家务生计中过去 大多时候 我都是一手哄着小姑 一手顾着婆母 头上青筋满地乱跳 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五个人 好疼出手来烧火做饭 洗衣打扫 不是不累 不是没有染过苦 我也才十四五岁 可怜拥有自己的时间 都是奢侈 两年里活脱脱瘦出了骨 脚下刮起一阵阵疲于奔命的小旋风 可只要一想 出征前 我答应阿爷和阿郎的话 便饱不得把咬碎了的苦难往肚子里咽 再难也要撑下去 即饥前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一年尚未入春 在北方牧羊的胡蓉便打了进来 直到长安门户 高座上近日只管听取银迷的县文帝下白了脸 急荒荒气质十三成 卷了钱财公妃 一路往南逃去 山河满目意 幸而天将伊沙神将军 牢牢扼住虎口关 才没让我们这些深厚的百姓网坐了离乡的乱鬼 晋春三月 胡蓉王子率亲兵南进 将军要守官爱 就不得不加固城墙 那梁征兵 我们献民霍元 为楚关中 祖上多士开国皇帝内夷的粤人 族中男儿重义轻死 勇猛飘悍 女儿娇美俏丽 称怒如四月猎逃 征军的消息辅意出 这条街上既爆空了大半热血男郎 就连隔壁七岁的小童 也抄起扁担跳在自家阿耶膝头嚷着要去 那年 我阿耶三十九岁 是走街串巷的戏法匠 也被这风气积热了眼 日夜难眠 是要将满腔壁血未果洒 自和林家大郎结伴从了戎 唯独放心不下一个我 还好有没人提点 孟叔 你家姨婆死得早 崔家大郎也没了爹 一家孤女 一家寡母 反正也有娃娃亲 不如早些过了门 两家并为一家 彼此也有个照料 爹一合计 李氏这个礼 便将我匆匆过了门 走之前 杨柳之下 我对着郎君三败 死去一别 生死姚淼 我会照顾好婆母幼姑 断让郎君无后顾之忧 也凡郎拉斜着父亲 一二 他性子急 又一冲动 在战场上 不见得是好事 崔家大郎崔浩 长手长脚 傲骨铮铮 自荣俊义 自小便不安分 在我还刺绣十字的时候 他便打盲体拜师父学武艺 和县里一帮武徒生混在一道 是以我们虽自小定了亲 又住林家 但见面的次数 一个手指头也消暑地过来 此刻 少年郎君着悬衣浸袍 贴领的里边绣有一层红香 眉眼细长 铁骨柔情 自我面前站定 抬手轻轻抚过我的发 倘我此去无归 我如流接过她的话 我既已嫁与你为妻 如你无归 我自会为你寡居三年 将婆母小姑当作娘亲又妹一般照料 娘子高义 为阿爷践行时 她那张枣红面的脸裂开风霜侵袭的痕迹 拉住我的手 半天不松开 姓 你自小体弱 和旁的姑娘都不大一样 偏爱好些诗文读字 如今骤然嫁人 操持家务 爹实在怕 怕 你可怨爹 我摇摇头 轻生且坚定 家国有难 岂能做事 而只恨生的是个女儿身 不能随阿爷一块钱去 如今 男人们在外校血沙场 而能做的 不过是些守好家宅的微末事情罢了 岁遇云目 一元赴始 转眼幼稚来年春 三月正直到春寒 天气冷冽 婆母的弊病又重了些 半晌便尿湿了三回裤子 我受着她休脑的火帮她换洗擦身 两鬓累的汗津津 忽有地动山摇之汗 雷鸣一般的巨响从远处传来 五岁的小姑散着羊脚便 娃娃哭着从门外撞进来 就往我怀里扎 我持不禁的手 微抖 自遭了婆母好顿排宣 熟忍地为她穿好外衣 又搂住小姑 细语轻声地哄问 怎么了 小台 哭什么 别怕 嫂姿在呢 她呜呜喳喳半天说不清楚 在我怀里哭得一气喘过一气 看来是被吓到了 我心下一紧 也不顾否定她的惊魂 只咬牙半弯下身 将婆母背起 另手拽住小姑 打开灶台下欠着冬日储菜的仓室 还在下面铺了快软步 待将他们妥贴藏好后 我绕不至后门躺 手拎一截烧火棍 小心翼翼探出半个脑袋来 只见 街上已然乱成一团 人群往来灰突 远处黑压压一片密集人马如八月涨潮的河水溃散涌来 夹杂阵阵惨力呼嚎 唯有颠三倒四的道旗迎风帆舞 红面白底绣一方金色丝龙 瞄着大大的一个圣字 见着灵星尚未干涸的血字 整个霍原百姓都认识 那是虎口官首将的棋 快跑! 圣将军和蛮王子一同跌下悬崖 生死不知 败了 我们败了 西戎蛮要屠城 逃!逃啊!屠城! 远处的地洞转瞬而至 惊飞了山巒外扑隆隆的千鸟 我搭守在美谷 试图从浩瀚汹涌的兵民中找到我阿爷或崔狼的影 却徒劳无功 只眼尖地看见几位邻里以写好大锅小帖 全部身家 溶进人群中 凑成了蜿蜒黑线的一部分 数不尽地溃兵游泳 百姓民众蝗虫样无主地疯狂向前奔散 我本想拉住一个问询 却被大力推开 本就萧瘦的身形如三月杨花碾落之头 飘忽转了个圈 就要凋零在冲撞踩踏的人群中 却误然被一双手拉了出来 风鸾摇摇 崔昊将我抱在怀中 他身上染着血味供春风 眉目冷然 薄唇碾月 暗暗地眸里压着光滑与生辉 有那么一瞬 我险些以为 他会照亮我 两年间 我曾多次幻想过和他再重逢的那日 度尽生死节 他许会拍拍我的头 温柔为我揽发 珍重说句辛劳 可从未想到 他只是吁吁将我一怀 便匆匆放开 避嫌一样 据我三尺 遥遥行了个大礼 这段时间 烦扰孟姑娘了 你我从前既无夫妻之情 往后便依如此 我会拿你当我的亲妹妹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 我晃一晃身行 随即泛起一阵凶闷气短 眼花耳鸣 忍得牙齿咯咯作响 却只有自己能听见 好半赏 才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要休期 时值傍晚 残阳如血 春风撂翘 世界静寂又混乱 唯有长风过街 吹散他眸里的尘埃 露出几分高高在上的怜悯 关中成破 正逢动乱 念你辛劳 孤女残妇无可依 也可留居腹中 降为妾室 随我一同难行逃亡 心脏在狭隘的胸口里剧烈碰撞 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舌枪 我满是裂创的手 在袖间搅了右脚 才将一口长气化为平静 悠长吐出 缓缓摇头 我屈首接过放棋书 声音很轻 纪念我辛劳 遍地辛资 半百金珠即可 催浩中士解了行囊 将满垫垫一袋金刻塞在我的怀中 还特地指了两名位甲 护送我在乱离中去往东向并营 和阿耶相见 再重逢 阿耶溅入腿骨 带出一层血肉淋漓 他面容沟壑 重砸着战败和断腿的双重磨难 四十出头的年龄 一节无限荒凉 他抱着我 流出泪来 牟里像在冒火 又好像一节冰霜 颤唇抖落了长声叹息 崔家大郎在战场上就得千金郡主 就此青云扶摇九重天 幸 是爹无用 可你尽心照料他 贪婆又孤 为犯七出 哪有得意了就年你下堂的礼 爹现在就去为你讨个公道 他勾起得腰单薄瘦弱 从前为我遮出的天地宛如请客他说 我眼眶微色 将他紧紧抱在床上 阿爹 不碍似的 论情 我和崔狼从前无情 只有邻里之意 当初结缘也是权衡之计 他若念我 自然是好 若不念我 也无从强求 论里 我照料他家人安宁 他也折算是驾驭了我金银 虽说有些寡情 人人却只能苛求自己 难能奢求他人 世间远返无常 横有得失 而看得开 大抵脚脚者一污 摇摇者一舍 阿爹半晚无眠 探出的气壳转出半场西风 是在自责 怪只怪你父无能 没在战场上挣出半分军功 让他看轻薄带了你 怎么就败了呢 圣将军怎么就死了呢 我设法宽他的心 捡了几件这二年来的趣事说给他听 待他睡下 我又忙去打点要贴行囊 君中郎一言过 阿爹要随着伤兵营南逃 此日天夕便得出行 怕他吃不消 我还拆了些棉花软布塞在囊中 可到头来 这些都做了无用功 衣服崩布洒落一地 被不足无情碾塌 人流匆匆 我阿爹躺在路侧 荒凉又无助 唯独我 拼尽全身气力拽住一名姿衣兵长 不能置信 你们在说什么 侧名上没有我阿爹 他为你们打了两年的仗 腿都丢在虎口关 丈夫之躯已残 现在你告诉我 这个人不存在 你们 你们 怎能这样对待一个为家国抛血洒炉的意识 我气泪哀声 就算不许家眷从行也好 把我丢在这里一把 求求你 带我阿爷走 他断了腿 没有你们 一个残兵 怎能在容蛮的屠城下活过来 兵长不严 直恼怒地来扯我的手 一时静思不开 于是小兵们将我围困 原本躺着的阿爷见状 怒吼一声就主管要打 却被两个兵甲抡扑在地 鼻口溢出黑血 我忙撒手去掺他 张义将他护在身后 怒视兵长 这也不能怪我们 上头发了话 似是终觉得对残兵弱女动手难耻 兵长边退边延 谁叫你命不好 和郡主看上了同一个男人 他是京都皇城里的金娇娇 两个哥哥长大处半壁江山 只一句话 要你们死 阎王都不敢放个屁 半年前的那个乱离奇辖婚 今知小郡主夫妻离家 却被容满所掠 幸得崔浩拼死已救 在那个傍晚 他护着他滚下山崖 红雅的眉眼 寒情的唇笑 耳畔若有肆无的呼吸 吹乱了他半生挑灵的风 于是杰宇妖娆站在了春山上 他爱他疏朗藏风 他爱他富贵蝶云 猎女蝉狼 神女襄亡 美满爱情神话里的一切污浊 就此该死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独燃心火 绵绵烈烈 指甲陷进皮肉里 我将愤怒压在肺腑 颤跌起来 还欲再变 脚下的大地却秃地开始震荡 摇摇金戈铁马 悍然传来 人群汹涌如流 惨乎利豪 西戎蛮 他们竟来得这样快 远处卖起一层黑雾 密杂荧光硕硕 那长刀所闪之处 舍起泼添血雾 犹如砍瓜切菜 滚落一颗颗人头 别出声 姓 阿耶不愧是邪火里历练两年的老兵 他率先反应过来 拉住已软了半条腿的我 趴倒在路边的草垛里 煞时间戎马逼致 有铁掌踩踏上他的脊骨 阿耶倒吸一口冷气 应声忍着没发声 只一味将我护得更紧 我抖着牙 看见稍跑慢些的 便被蛮子一刀剁头 滴溜溜打个转滚落至我眼前 犹带者未遂的半截伯骨 将满腔腥血溅于我一脸 只顾定住心神 把池咬碎 惊呼咽下 却未听得 阿耶肋骨根根被裂碎的喀巴声 至晚 我们躲过了两轮屠杀 混于死人堆中 蛮子在上放了把火 又去城中搜罗金银藏户 趁这个空档 我挣扎着爬起身 满手满衣都被血浸湿 连快静步都寻不得 忙半挪半推胎身上的尸体 去寻我阿耶 他以面色苍白 动弹不能 我吃力将他背在我的肩上 就近从死人身上扯块腰带 将我和阿耶绑在一起 便明方向 于尸山血海里 艰难向山口爬行 一路跌撞坎坷 不时被碎肉断至半岛 夜风稀疏刮过 穿透身体 时间漫长而短暂 有那么瞬间 我觉得自己止于人间一副空荡荡的骨头架子 幸好尖头阿耶的气患我回魂 给我支撑 他仍在喃喃 幸 别怕 别怕 有爹在 稀微时分 中至山脚 通关河磅礴开过 驱绕北行 会往未流 河水被血染得粉红 我拖了力 再动不得 爬行两步拿手去居 咕咚咕咚 仰头止渴 擦擦嘴 我问 爹 你喝不喝 下来歇会吧 网上就有列动 我们妇女 命到这儿是保住了 没有回声 没有 牙关上的肉都在乱跳 我颤抖着又叫了几声 却始终 没等到那声浑厚的回答 慌忙要解开绳索 却几次打了死结 气急之下 上了齿孽 用牙咬破 忽闻地身后一道破空之音 本能地色缩躯干 而我身上背着的阿耶 咕咚一声 就此跌入水里 连个水花也没惊起 天穷苍茫 色作清晖 我什么都顾不得了 赶忙跳入河中 在湍急的水流里 数次被冲撞在岩背上 带起皮肉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寄满杯的泪水融入一色的河中 我终于追上了阿耶的一脚衣摆 咬牙用尽全身气力将它背到岸上 可怜我阿耶 早已咽气多时了 通关河畔 击翠延岸 我颤手为阿耶整理仪容 他裸露斑斓 于轻暗子 我酒跪三叩头 泪水晶莹了曼枝的野草 五内显烈 大痛欲绝 而我身后 正有两名男子抵死拼缠 刚才射出的冷箭 可不就来自他们其中一个吗 月人鼓俗 双亲逝去 灵堂手里须跪满整个时辰 是已即便耳后刀锋阵阵 杀气冉冉 我依跪地如松 莫泪无声 那两名男子 一荣一汉 一魁梧威猛 一云亭天寿 一肤色有黑 一白溪如雪 一弯刀一银剑 来网阁挡尖 尽是旗鼓相当 生死之薄 眼看着汉庄的那个要落下风 时辰一道 我就近翻滚 捡落在地上的一柄佩刀 撑着亮呛站起身形 腕上滴答答落着鲜血 如是赤足 我红了眼 直勾勾指盯着 容人腰间 跨着的那柄弯弓 害死我阿爷的人 就是他 一时国仇家恨涌上心头 即使从不懂武功 还是拼着直觉大喝一声 将刀笔直抽刺而去 那刀正中胸口 容人面色恶然 我却不给他反击的时间 毫不犹豫 将刀抽出 又灌进他的心脏 眼看他倒于血泊 我才茫茫然松手 万籁俱寂 东风惨烈 我缓缓转身 一步一个血色足印 满面寒霜肃然 如修罗观音 七发拂面 一看呆了一旁的汉人 在他的惊呼声中 我眼皮一点点种下去 栽倒在前 只是隐隐间落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若勿施楼台 月迷金度 唯有一双手将我安抚 我看见他远山的眉 细消的谷 还有金钱 秀那银银的一个圣字 那个字 让我无比心安 半日悲苦 心如枯木 在此逢春 恍惚中 他四打横 要将我抱起 勉强抓住他的肩膀 我指指地上吐出一个跌字 又耿出下一个字 买 然后就此合眼 彻底人是不知了 再醒来 已是三日后 俯一睁眼 便对上了大片雪花花式的腹肌 骨相流利 男子祸人 在隐忍闷哼里 人鱼线上滚出汗珠 他竟正对着我脱衣上药 一时 闭眼可惜 睁眼修然 我看得头晕眼花 耳红假侠 他垂眸在弯胸腹腐肉 闻生台眼对过来 是一瞳 一青一黑 面旁上溅了星点血字 更显神俊异常 笑吟吟地看我 哟 你醒了 来 吃 来吃 吃什么 我寻视现望过去 这一下 气魂丢了三破 后背冒起一层鸡皮疙瘩 摆在地上 蠕动的 是满满当当长虫猪蟹 而我面前的俊郎君正撑溜起一条蛇尾 干净利落在蛇头开了缝子 挤出血腺大口喝个痛快 齿戏染意艳红 他看我抚慰肝藕 满脸不解 怎么不吃 亏得我为了你三天蛇胆活些 补血解毒 你才醒得这样快 我忍住腔里的翻涌 稍往后挪了挪 谢谢 你人还怪好的 许是气节血尽 心损神劳 我在猎洞足足躺了半月有余 怀风日夜守在我的身边 前些日子 他照常猎鼠捕蛙 杀蛇饮血 我每喝便吐 吐了再饮 忍得一张小脸消损憔悴 魂无二两肉 后来 我神色好些 便撑着洞壁 拿枝干在地上临摹 叫他采摘野桃 去肉脱河 煮化熬枝 一祸灼柳去皮 熬炼成江 柳树如此炮制 亦能达到消热化农之孝 你怎么这样麻烦 舍胆活些不行吗 谁家大丈夫孝妇人行 摆弄锅纱 行行行 别这样看我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山南那边的红果 你确定能吃 我一会摘来给你 对了 冻中凉 别再顽灭了火 当心湿气加重 你更起步来身 知道了 怀大人 我冲他勾唇狭笑 冷不丁四目相对 他微红了脸 转过身去 同手同脚地走了 山上桃源 山下地狱 仿佛大梦一场 我不敢再回味那日的惨烈 只袖手埋头为他缝制一箭护膝 往日他虽不说 但从行动举止间 也能推测一二 他腿有救伤 贴近西弯那侧 我则过兔子毛细细为他添了一层绒 这样早春穿来 应该会舒服许多 怀风到底没同我谈过他的来历 但某日他换衣缠绕绷带时 我在他血衣上又见了那方小小的银色袖子 圣 心中有所猜测 最终还是没问出口 对这个守护官内百姓两年有余的将军 我下意识地交付全部信任 击翠山上常年有猎人毛洞 地形险峻 马匹难跃 非本地人不可知 霍元能活下来的乡民 几乎全都逃在了山上 吃山喝水 自足丰衣 一时静安 偶有新来的 大家便聚在一起 听他讲关于外面的消息 十三城已失 蛮人入主 皇帝偏安东南 豪强割据梁州 荣蛮六王子领兵烧了霍元 家不在家 国以不国 呵 哪里又冒出来个六王子 当时和圣将军掉下悬崖的 又是哪个 谁知道 不过我听人说 新派来的这个王子残忍犹慎 图成沙祥 烧成奸掠 他竟无有不作的难民围在一块唏嘘有家 怀揣着对家园毁灭的愤恨 和前途无安的悲凉 篝火照动着怀风的面旁 有愁绪爬上巍峨远山梅 一浪又一浪 苍白荒芜了他的眼 不知边际 没有尽头 是了 若我们这些百姓都悲伤至此 一个自发站出来守国爱家的将军 内心又该盛着多少苦难呢 我不由地握上他的手 下意识想哭 只是忍着 缓缓道 乱世中能活下来便已是莫大的幸运 大丈夫有为之身 何不先保全自己 以待良机 总有冤非立天 就是济民的那日 闻言 他似有所吃物 于口中复数咀嚼两遍 也会握住我的手 郑重道 我晓得的 近来 怀风长朝露出门 晚霞而归 回来时 迟一节树枝在地上勾勾涂涂 粗略一看 竟是关中山脉涂掠 我只当他要勘察地形 以待日后 事宜并不去打扰 直到某日 见他没所苦恼 对两条河道的走向犹疑不绝 于是凑近几分 也捡起一脉枯枝 在地上描摹指出 嗯 这不是西河古道吗 约莫已废了三百年有余霸 是前朝皇帝开取所修的 据说当日竟挖开了秦岭山脉 所言若为真的话 大地废道就在这片吧 他牟里燃起星星火焰 激动到哑了声嗓 姓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知不知道 挖开此山代表着什么 若真有这条古道 蛮人入主也好 东南反击也罢 均可省一半功夫 来去无踪 神鬼不绝 对战略有多重要 我细细从脑海厘清 被他感染得肃然 点点头 是真的 前朝关中山脉博物志和水晶新柱都有相关苗载 只是随着先皇文字语的清洗 这些书都被搜罗焚烧了 我阿耶卖一讨生时 曾救过一白发老儒 临死前 他托我父女将此书珍藏 我看过许多遍 不会记错 那晚 他央缠着我同他讲了一宿 天夕微时 我已困得撑不住 靠在他的肩头憨然入睡 唯于他阴雅的声色响起 姓娘 姓娘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多少惊艳 流于我不知呢 我伤势大好时 已是三月后 彼时 击翠山上列洞已满 来往逃荒的难民数量众多 以致站住了山间主道 人一多 混乱就多 见有几名习武拳脚的汉子 拉帮结派 占山为王 大发黑心国难财 于山上 发明了护丁税 于山下 讨要过路荒者买命财 稍有不从的 一刀同死也变了事 奸淫杀孽 甚于蛮子 这几日 怀风摸去探查西河古道 洞里仅于我一人 傍晚时分 我正搭锅熬煮红薯藤汤 指纹的门外叫嚷叠乱 下一刻 怀风简易搭造的木制门荡便被推开 为首地求然撞翰 连眉自威 身后还用了二三马仔 拿手来抬我的下河 目录痴迷 哟 小娘子 你和你老汉儿的人口睡 还没交呢 又道 交不起也没事 娘子莫怕 用别的方式来尝 搁几个也愿意得很 我错开她的手 连连后退 只在身后将短笔捏得更紧 一侧镜中映出我交好的容颜 鹅眉带青 秋水减铜 红唇微敏 三千青丝云压散间 肤血深焦 和怀风在一起的三个月 她半点苦活不忍我做 养得我净比从前为催加富时 还圆润些许 可叹 今日这关难过了 怀风啊怀风 你早不出晚不出 为何偏偏这个时候 难道 冥冥中 自有命数不成 要我削赌于此 如今险计 只能红走身后的 先解决领头的 慢慢挥笔出窍 我酝酿出一个艳丽无效 眼含风流 唇沟魅涩 人间至极至乐 那只看数两个人的 大人莫不成 还有旁人偷看的癖好 不如 言语未尽 呼得凌空谈来 几记十字 盗匪们痛嚎一声 还未来得及反应 力所一割 为首的 那个便被削了手 我腰部一紧 有人拦我入怀 死死将脑袋贴在她的胸膛上 耳畔是道道尽受 有力的心跳声 她闷声道 姓娘 别看 我紧闭双眼 乖巧地将她回报 唯有唇间落了真心 风声呼呼 若一生一世那样久 她将我带离山洞 那时 我想 我自愿随她去世间所有地方 哪怕是地狱 是苦海 出梨树下 枝叶繁分 天色昏昏 她的怀抱那样暖 眼睛那样亮 我终于见到真正的太阳 那是能将我点燃的光 浮沉的风 声色雅雅 我只念 圣怀风 圣怀风 她以守风唇 又哄道 乖 姓娘 叫我怀风 严丝合凤 凤鸾相鸣 我在滚烫的疲惫中沉睡 又在颠簸的浪花中醒来 这才发现 无知无觉 她已将我抱上一辆马车 压我在怀 细细针吻 姓娘 胡蓉仁的后部队将至 他们惜尽惨败 大抵是要在中原建朝成帝了 这里时不太平 我带你去梁州 这一路又是两月余 走过来 有时见野狗乌鸦的次数 甚于见活人慌者 山河破碎 满目凋零 时不忍闻 至梁州城时 已进出东 早在两年前胡蓉南宫 献闻逃亡时 镇守梁州的太守孙过便早早看清形势 割据自首 成一方土皇帝 梁州自古民风飙野 城池坚固 且物产不丰 对荣蛮说实是根南啃且无用的烂骨头 是已两年内 中原一地 唯有此城尚存 投去梁州的汉民极多 太守一早便发了诏令 指那有钱 有拥有财者 光尽城费 就高达四十金珠 幸有催浩的半富身家 我花得毫不心疼 尽城后 又火速托钱客租了间二进宅院 隔邻衙门 安全敞亮 令我十分满意 屋子算不得大 简单布置一下便十分温馨 当晚 我和淮丰成了婚 没有高堂 天地为政 没有梅人 自我为聘 没有礼金 舍命相托 我枕在他的胸膛 将过往一一延来 那真心实意 却被薄情辜负的两年 我原是嫁过人的 那刚看到希望 却被无情扼杀的乱离 从此天地浩大 我再无知可期 这有什么? 郎君心疼你上来不急 哪顾得上你从前嫁不嫁过人 他揽我揽得紧 同若平胡 至于温柔 存在我耳畔喝气 乱世当中 活着就已万分不易 姓娘 我只知 一切享乐都要趁当下 天色已晚 你看 丢盔卸甲 心甘情愿 红竹都休于摇晃 自甘熄灭 独留寂寂黑夜 雅雅求饶 窗外清月照护 我随波起伏 有一个谎神中 将思绪抽离 一时不知是我梦了这起立桃色 还是起立桃色梦了我 快睡过去时 有炽热的吻印在我的额上 恍惚间伴随遗物套在我的脖梗 四日醒来 已至中午 床盼凉凉的 新顾的厨娘送饭入门 面带犹豫 几次纠结 终于开口 娘子 主家她 她走了 闻言 我心里空落落的 却不露鱼行 照常吃饭喝粥 早该知道的 我的郎君 我的义中人 除了陪我 她还有能力 还有心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春花秋月是她 余生欢喜是她 可她的菊在家国天下 我的菊只寄于她身 她可有话留给我 主家她 让您等她 我笑得安然 我会得 怀风走前 除了这句话 她还留于我一块欲绝 于脖梗触坠着 触手温润 角落里小小刻着一个字 风 只是这字非立非凯 是方传字 下海雕了块从没见过的图形 越看越像异域少数民族通行的符号 她从哪弄得这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尚未深思那一瞬间涌起的反常 恰逢了门外是音鸟鸟 厨娘 随我出门去看 但见百姓何乐 商贩如云 太守治下的梁州天然隔绝战火 自成一方桃园 走街串巷 锣鼓喧天 有市民挑着担忧喝麦饼 腰前坠着一个鼓囊囊的钱袋 巡逻的兵甲 也礼貌有余 井井有条 一面维持秩序 一面扶掺着帽蝶的老妇 再闻烟火气 恍如隔世 我显落下泪来 管它过去如何 未来如何 我只活在当下 把这幸福的可贵的现在 一个时辰当作十个时辰来活 梁州民风粗犷 开化便晚 我这样肚里勉强凑够二两香油的人 在这儿 竟也算得上凤毛麟角的才女书生 起初 我只帮人抄信写书 后来十日久了 便有些邻里相亲 将要启蒙的孩童送至我府 求我做个西宾 两年间转瞬而过 我已成为梁州东巷内 最出名的熟师 人人赞我性子好 讲解细 数修低 起初城中的男夫子看我不上 联合几家书馆对我涨价 力排言 姓娘府中门同生 一纸须得三千文 我对这些拙劣又无聊的针对并不放在心上 能不卖课书给我 却挡不住我记性好 能一一没出来 春秋诗意 惊识子极 凡我过去所看的 超出几本 启蒙教书便绰绰有余 后来静置书馆注解四书的课目 都没有我小小的一个府院中多 最先低下头的是知行书阁 老板三尺微深 是书如命 高价求我所莫毛施注 我没要他的金箔 只是达成了每日都可去他藏馆里看书两个时辰的钥匙 转眼又是一年春 三年间 怀风向过去的影 茫茫人海 我便求行客 都没探得他一分消息 徒留我 自书了富人记 泛起深不见底的思念 每年春天 我都会去郊外寒山寺 为他燃一盏长鸣祈福的灯 伴有近况的岛信 梁州芭蕉已熟 享君喜食 特买种已自职 近来寒凉 心入熟一小童 名中带风 享你 念你 指望君安 托人问询 瞒人建都观中 当年你为我父所埋荒种 如今已在胡荣至下 急痛 可父久不入我梦中 醒来气泪 十分念你 不知你今日如何 报复如何 可有死我 百般打听 都无成外圣将军的消息 哪怕传闻 想来定是新入成者昏昏 不思国事 我父怀风 朗朗轩昂 还中少有 自不会敏于众人 我既盼你实现报复 又恐你负伤受苦 静待重逢 求神怜悯 幼君一切平安 我念了盛怀风三年 梦里都是重逢的喜悦 可从未想到 那一日真来临时 我却恨不能剖长弯心 投身地狱才好 这年中秋 胡荣稳定中原 大王子率兵围了梁州 仅在城墙下拿两名富傲威胁 钢筋铁骨的孙太守便缴卸投了城 那是我娘 我发妻 总不能为了一丧了孝吧 况为谁战 为谁守节 君不见东南小朝廷天安易渝 县文帝叶叶龙玉二女 纸醉金迷 那样的皇帝 不配让我孙某人宁死不二臣 仅仅三天 8月18 梁州城开 百姓跪盈于街道 有不愿降服的小部分从后门逃亡 大部分被太守投入了牢狱 我远也是要走的 只是司级和淮丰的约定 保不得咬牙甲服 毕竟招安令上 王子承诺 若和平投降 绝不商城中一草一木 一花一令 那日 威风正好 我将满腔不甘压于胸膛 却见一紫金珠纹造靴映入眼帘 抬头去看 银甲林林 平眉远山 一同碎光 红的唇 冷的河 长的发 压过堆灵杀戮后的风锐 展露出一池春水秋雨 盛怀风 是她 怎能是她 好似遭了雷击一般 我半晌忘记眨眼 失去感知 只魂噩噩地任她将我打横抱起 猛猛之地听身后甲卫道一声 王妃 近在咫尺 我看见她唇钩碎光 轻声窥叹 信仰 这三年 你让我好想 你定然不知 定顶关中我遭了多少险恶 凭那凉周我又费了多少心思 一张一合 每个字音我都认得 可怜起来的意思 我好像听不懂了 在找回知觉时 她已将我抱在了床榻 俯身正解腰带 素白礼衣里露出一截 颖白脆弱的手腕 我伸手指住她的动作 有些东西难以直言 更像是肿欲结了的混沌 我冷冷地盯住她 艰难问道 你是谁? 你的郎君 你的心肝 你的宝贝甜蜜剑 她一是那风流深情满 诙谐的模样 还要再来抱我 却被我挡住 穷追不舍 执拗地问 你到底是谁 顺着这暗庭的动作 她反客为主 摸上我的脸 动作很轻 将我的脆弱扼杀在摇篮里 然后缓缓俯下身来 一点点靠近 她说 姓娘 你怎样都好 就是倔强了些 糊涂点不好吗? 滚烫的呼吸洒在耳畔 明明是暧昧的火 我却犹如置身冰枯 一时既渴望又恐惧 接下来她说的话 果然 她笑道 你这么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还有一个名字 朴六如那封 朴六如 胡荣的王姓 四年前那场敖战 怀风和盛景将军齐坠悬崖 她醒得早些 下意识便调换了二人的衣物 荣王有十二子 她虽为掌 却是汉妃所出 自幼又袭汉儒文化 并不得宠 时逢多子争利 她胜算不佳 这场落崖倒给她一个假死观火的机会 只是没料到 圣将军命应 也没死去 两人一路搏杀至通关河岸 她处下风 生死一线之际十八般武器便全用了出来 危乱中射了一箭 没中 反被盛景抢走了弯弓 本是必死局 却没想 天命宠她 途中杀出来一个姑娘 姑娘文弱清寒 目似冰冷 却也能拎起一柄弯刀 决决狠辣 圣景不可能对弱女子下手 所以枉作了孤魂野鬼 可她却被姑娘的风华所引 浑身漫起一层层愚颤 她的眼 是秋水牢笼 似观音似罗刹 带着生死汉人的美 她的唇 是胭脂 是玫瑰 真想让人一寸寸碾碎 浑身每滴血 每根骨 都叫嚣着占有她 拥抱她的欲望 那一天 荣族王子对汉家姓阳 一见钟情 我没有后退半分 右手被钻得很紧 有些疼 左手却已摸到了袖尖的匕首上 脸色苍白如纸 你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她在我唇盼勾琴揉搓两下 好心情地展动眉眼 话说清楚了 姓阳 从头到尾 我都没向你承认过我的身份 一切不过你的意测 而已 欲绝在驳梗晃动 我的心里长满哀伤 这个真相 实在不能承受 想要将我割裂两半 唯有最后的理智将血淋淋反复品味 怪不得 怪不得她不许我叫她圣怀风 怪不得她对二嫁之身并不惊诧 怪不得她送我的玉上雕刻绒纹 太可怕了 造化如此弄人 双目失神 浑身站立 脑袋痛得像被刀镯俯砍 无边无际永无止境的黑暗里 匕首出窍三分 抵在她的脖梗 我问你 通关河岸的那支箭 害死我阿爷的那支箭 是不是你射的 沉默 绝望的沉默 老天爷呀 我都做了什么 我亲手杀了一位宝国爱民的将军 我自愿嫁给了害死我阿爷的杀父仇人 四年前 那支箭 为什么不将我射死在通关河里 我又是为了什么 拼命活过来的呢 活在这吃人弄人的世道里 他又要来抱我 姓娘 看我 看着我 没关系 你还有我 曾欠你的 我会加倍补偿给你 秋寒冷冽 略不过一颗碎灭故人心 瑟瑟发抖的睫毛像浸泡在水里一样 最后的力气 握笔的手都颤抖几分 唯独眼睛 像冰雕般 极冷极烈 目光里闪过张白的惊人的脸 他再来碰我时 那把匕首快准而狠地往他心肺捅去 可惜这畜生躲得及时 只刮擦了他半边手臂 浮尘里 我发出最后一声痛苦的悲鸣 然后就此昏倒 毫无生气的蛇在他怀里 任他气恼解衣 翻云覆雨 姓娘啊姓娘 当初一眼让我勾魂的人是你 我堂堂胡荣王子 什么样的女人要不得 偏偏放在你身上 为你洗衣煲汤 全心全意地伺候你 你现在 竟为了这些事和我闹脸子 睁开眼 好好看着你的男人是谁 我原该这样心碎而死 却被十几名乌衣联手致活 昏尘里 有一道狠恶的声音贯穿耳膜 孟姓娘 你再不醒 再不醒来 从此你多睡一个时辰 我便杀梁州 一户人头 烧一方书斋 纯有血花剑法 连死都成了奢望 这世界真没什么道理 可讲 该死的活着 该活的死了 唯有默默忍受 将智慧覆盖残忍 于绝境中挣扎苟全 只于心里悲凉无限 躺了近三个月 我才能勉强站起腰身 彼时我已在关中亡障 成为大王子繁花锦簇后院的一只 侧击家风那晚 他折磨了我一宿 次日尖头青子斑驳 他拥我入怀 似有悔恨 信仰 不能怪我 你全无反应 我一时恼了 这才 我并不看他 双目里满城麻木的空洞 蜷缩在床榻上 望向窗外的天空 湛蓝 晴朗 明媚 曾属于我家乡的天空 因我眼中 无他 一切都随遇而安地消极反抗 也曾将他惹恼 众目睽睽下于我几次羞辱 某次胡荣贵族的晚宴上 他竟响应不曲地起哄 要我当众起舞 攥清了我的手臂 信仰 你要看清 你现在的依靠是谁 求我 你才能活得更好 我看不清 慕慕然换了飘飘留衣 舞动蔭花 于台中跳足了两个时辰 雅致细俗 别样风流 看热了一群围观者的眼 胡荣有贡妾的风俗 除了出生高贵的正妻外 其他姬妾 一个服侍多兄弟是常有的事 所以那晚 某位王叔浴火难忍 将我从台上抱揽于后帐时 大家以见怪不怪 只会调笑 快点! 这汉人娘子果然够柔够美 我等稍后也要试试 大王子没有阻止 只是御尊降贵地望过来 他还在等我求他 我是在小山解除大半石灰的神 激进于本能地将金簪插破他的咽喉 血满当当染红了我的手 这双手啊 也曾绣花十字弄一曲之音 如今却满腹血迹 承载了多少无辜的冤魂喝 以下饭上 在胡荣其醉当者 我被如贪烂泥拖出去时 路过大王子 他尚无动作 我便拽住他的袍球 手上的血染红了他的袖 抬头 声调尘缓 我望着他 一字一顿 怀风 我们败过汉里 你是已妻将我取回来的 我是你的 只有你能碰 怀风 冒犯你妻子的人 他不该死吗 不取听到这番言论 纷纷吃笑出声 有王叔侍卫 当场拔刀就要杀我 却被怀风拦住 他眸里又恢复了从前的温柔心和 屈身将我扶起 抱坐在腿上 笑着点头 你说得对 姓娘 你终于明白了 终于再认我了 我听见他森寒的声音 那达亲临王妃 目无尊卑 虽为我表叔仍难恕其罪 百死上不为过 我明日自会去父王帐前陈情 大家散了吧 他的爱和情涌涌而来 我们挨得那样近 呼吸可闻 又离得那样远 咫尺天涯 当晚有丫鬟背好玉桶 我将自己沉在水里 说不上来是悲怆还是仇恨 只觉得自己心里很硬 如果我没有率先低头 今日郊外不过多了一搬白骨荒肿 死不可怕 可我还欠了一笔血债 尚未偿还 尚未讨得 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我需用心做好 我用一晚上的卖力扶情换得出入王帐的机会 在我吐血欲绝的那三个月 大王子在梁州城屠露了许多人家 烧毁了很多藏书 知行阁的老板 也训书于火中 民生罹难的同时 文化浩劫有过无解 洋洋洒洒数万书本 凝结着汉人的学识人生 智慧感悟 那是他们的血、他们的骨、他们的灵、他们的神 一族的历史前路 胡荣不会心疼感化 关中的书阁如生 更是百不存一 我要保全那些火种 那摸不着的黄金屋 看不见的颜如玉 总有人要重新整理传承下去 床榻上所得的恩宠余棉 金银赏赐 我全用来高价向民间求书 大王子为讨我欢心 也常派不取搜罗歇被封的禁书于我 不到两年 我便在世间开了家自己的书斋 那书万卷 一日傍晚 我扶桌整理书目 看守我的侍女隔藤面带不愤推门进来 王妃 你不知道 那群酸如老朽 一听是你求书 价格开得别提多高 真是 狮子大开口 我割笔 道 生意上的事 你来我往 他既要 你便杀杀价 杀不下 也保不得咬牙买了 谁让那本书实在稀少呢 这些都是小事 只记得一点 切勿商人扰民强买 他咕弄半天 言语多是不解 并不明白那么多书 这一本和那一本 多一本和少一本 又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解释 只心里执着地认定 一个国民须知道本国的历史和过去 如今 胡荣在北方建国既不能阻挡 我能做的 便是让五十年后 出生在这片土地的汉民 仍有渠道和通路 一窥千百年前的繁华 到那时 自有那时的故事罢了 自古打江山易 守江山南 我的文远书阁在繁华巷中开了两年 竟也阴差阳错地积累了一大批拥顿 极大缓和了胡汉矛盾 遭到老荣王家讲的那碗 月凉如水 我喝了点酒 醉倒在大王子怀中 他妈撒着我的脸 问了我一句话 姓娘 我总觉得你和从前大不一样 你 是不是恨我 我闭眼装醉 没有回答 从前 从前 既在当下 何必谈从前 怀风他 在我心里 早已死去多时了 而这世上 有很多事 他们的高度 都远远重于情爱 我当胡荣王妃第三年的时候 关中六成事行儒学 推广汉语 开了恩科 此年 大王子率精兵十万月到南宫 所借之道 便是我当年信手指出的西河古路 我随行 在祭祭旅夜中 偏头擦了把唇角溢出的血 这又是我欠的一笔涅债喝 怎么敢死 怎么能死 还不完啊 即使已入了地狱十八层 断手断脚 也要爬上来还魂 把人间恩怨肃清 兵之道 在鬼 通过这条古道 大王子出其不意 展开了几轮袭击 不过几月便攻克了两道南关 围在阳河沿岸遭到了猛烈抵抗 南北胡汉两路大军沿河相至 对方的将领 又是故人 崔浩 当晚 我听到对岸的香音 士气高昂 为守者的音色致死我也不会忘记 他们唱 瑶之都 顺之壤 雨之风 于中应有 一个半个齿陈戎 万里兴山如许 千古英灵安在 磅礴几十通 胡运何须问 赫日字当中 原来 这世上 薄秦郎也能是家国大义的将军 救生死的亦能是国恨两重天的冤债 恶者可以好 善者可以恶 我悟然又没出了一大口血 小西斑 从鼻腔 唇腔 绵绵不绝地涌出 葛藤下的盲要喊大王子 却被我按住 三年前 那次醒来后 我身子早已一日不如一日 表面称者若无其事 里面早已枯朽多时 我艰难地扯着唇笑 血染红了礼衣 不碍似的 平白让他担心 你放心 我不会死 现在绝不会死 尽管和对岸的汉人唱着胡人避洁的歌 可真正败的 却是他们 那一战 容忍以三万主队竭力攻城 用上了云梯铁冲 不仅全歼了死守的汉人 还活捉了他们的将军 只是代价也十分惨烈 三万最后仅于七千 面对这一切的罪魁催耗 大王子自然十分气恼 恨不得将自古以来所有残酷的刑罚都在他身上轮个遍 时隔八年 我在遇故人 彼时 我是高高在上的荣王妃 信手取一头壶乱志 王子 效服我的手 校准方向 就是这样 姓娘真聪明 她是低到尘埃里的阶下囚 双臂双腿被节节打碎 唯有几股仍是硬的 被四个守卫强压在地上 仍跪字挺拔 稳如磐石 王子询问我 姓娘 你遍读书目 可有能让人生不如死的法子 她并不知我和唐下人的渊源 崔浩也没有看我 刻意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为大王子包葡萄的手很稳 神色淡然 我听闻 若叫人生福铁块 此物坠于胃中 药食难容 管叫他吃不能土不能 睡不能动不能 求生无路 求死无门 闻言 王子的唇肩勾出笑 很是开心 她没有注意到 那一瞬 崔浩的神情 裂开阵阵的伤怀惊恶 她用一种悲伤到澄澈的眼神来望我 然后撇开 再没言语 铁块是我亲手未尽她喉咙的 当时 她腹下就坠出了血 闲把五脏呕出 是叶 我卖力哄睡大王子后 徐徐起身 对静苗言装 华盛 簪电 戴眉 纯枝 一丝不苟 荣美绝艳 对静孝时 宛若一枝一世海棠 明媚微然 可只有我知道她注定枯萎在今晚 我去见了崔浩 彼时 她正溢出痛苦的呻吟 面上是从未有过的狼狈 姓杨 果然是你 你这样恨我 这些年 你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了很久 娘和小台 无时无刻不再念你 半弯下身 我抚摸着她的脸 笑意盈盈 是吗 你真不知我去哪里了 你真不知你所娶恶父所做的一切 崔将军不愧是崔将军 这种田地 还在奢望换回我对你从前的情意 我阿爷死了 凭什么 你们都活得好好的呢 不是 姓杨 不是这样的 她呛出一口血 急急变白 当日我娶郡主 全然是为了承我胸中报复 世道这样乱 若高位上的只是那群失位素参者 黎民百姓 家国天下又当如何 为此赴你 我十分不忍 次日我变悔了 后来听闻霍原屠城 更是多日未眠 这八年来 我从未将你放下 尤其娘亲 她根本不认郡主 小台说 此生也值你一个嫂子 那杜妇 杜妇竟然存了毒杀他们的心思 如今我已将她软禁 也是近日才知她对你从前做的恶事 姓娘 是我对不住你 既对不住我 便把这碗饮了吧 我不再听她的忏悔 手中只端了一碗清清绿绿的浓汤 上海鼓着白色泡沫 一看就是剧毒 什么? 不是说要赎罪吗? 我蜿蜒勾唇看她 这世上 哪有轻飘飘道歉就被接过的道理 你想赎罪 至少要和我一般痛苦 好 我喝 沉默片刻 崔浩挺直了腰背 做得端正 将那碗绿汤一饮而尽 颇为决绝地擦抹嘴角 姓娘 欠你的 我还给你 可哪怕会死 我也要告诉你 此妻非良目 你可以恨我 可以不原谅我 可你是汉人 你不该为身容忍 话音未落 他便抚慰玉土 冷观他的狼狈 我缓缓站起身形 痴笑一声 便宜你了 我曾读苏审良方 书中载 若物识铁物 包心探皮炎为末 调和半碗 雨之符 半日后 骑铁自下 那碗药 不是毒杀他的 而是能救他命的 他所服的亦不是生铁 而是早已被我吊包的胡荣虎服 闻此 他目光阴切 下意识就要来抓我的手 满口姓娘姓娘地乱叫 却被我避开 我与生淡淡 其实我并不恨你 只是恼你 不是因你绝情休我 而是你们夫妻实在不该那样对我阿耶 可愿有头债有主 这念细究也应不到你身上 崔浩 今晚我站在这 不是因为过往那些恩怨 而是因为你是一个救国的将军 如果你能应我两件事 我就放你走 愿闻其详 其一 我要让郡主得到应有的惩罚 语调迟缓 我却坚定 其二 你要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忠你一生 你都要竭尽所能 不许胡荣打过江南 还要反击北上 终有一招 收复失地 让我阿耶 宁死不作一香魂 那晚我吐尽了胸前最后一口热血 崔浩发下毒誓 他已余声应了我 将布冰土和西河古道的地形一块交与他 我亲手将他送出胡杖 看他的身影没入黑暗 长发勾瞄着沉默的永别 崔浩也曾要我一同逃亡 声音泛出破碎的哀求 我摇摇头 我走不了 还有笔血债没有讨啊 我在回营帐已是两个时辰后 彼时大王子面无表情地坐在岸后 地上鲜血淋漓 活活打死了两个 守我重会 帮我放风的假兵 没关系 反正他们手上也染满了我铜族的血 死在这里 死在今天 也算其所 怀风 我无视狼藉 一步步躺过血河 来到他的身边 又唤起 这个记忆中 已经死去多时的名字 他不为松动 谋中痛苦又冷冽 只是将手划在我脖肩 然后一点点用力 满是失望 姓娘 我对你 还不算好吗 我的虎符在哪里 说 你把他偷给谁了 我没有说话 唇角有血 温热地落在他手上 而我 眼在沉顺 很温柔地看他 艰难尼难 怀风 我快喘不过气来时 他撒开了手 那晚 他是于银石离开的 将我倒吊捆附于房梁上 则我自省 而营中火 是银石二刻吹过来的 这个刑罚的姿势 令我眸中冲红了血 我却安然地合上双目 嘴角勾出一丝浅笑 解脱的 释然的 时间不多 火油只够撒在营帐中心 环绕大王子一圈 可亦足够了 我和他 今晚就以这样的方式 同赴皇权吧 亏欠的 仇恨的 眷恋的 罪恶的 烧吧 把一切都烧干净 我算好了风向 算好了换房时间 算好了火势燎原 可唯独没有算到 火光冲天时 怀风静闯进来救我 他的发烧燃起火星 眼里倒映光影 不顾一切地冲进来 解开绳子 要带我逃离 我症状地看着他 唇间又涌起千万次的叹息 为什么是你呢? 无情真似有情 人生何如指出见 他拦我入怀 安抚我别怕时 我拨动袖间匕首 一刀穿了他的心 血液沾满我一手 他没死透 瞪大双眸 不能置信 信仰 你可真心爱过我 我摸上了他的脸 将他抱得很紧 时隔多年 再一次真心地相拥 怀间藏着那枚破碎后 又被捕好的欲绝 爱不爱的都已过去了 没关系 反正 今夜 我们都将死于火海 火烧了一天一夜 隔江岸的汉人趁机打过来 胡荣仓皇退败 唯有两个忠心侍卫 拼死回去为王子收敛尸骸 只见一片虚土中 有两具紧紧嵌在一起的骨架 虽然焦黑 却竭力而分不开 优优独播剧场 下来 优独播剧场 下来 优独播剧场